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制作了21集的中华自然医学 食物防病治病讲座 现在是讲第12集 最速效安全的减肥方法 严格断糖生通饮食 我们看到肥胖 肥胖要减肥最快的方法就是断糖生通饮食 最安全的 像这个人中间这个 他是油脂太多 剪了以后就消掉了 断糖生通 这个左边也是 这个也是 基座也长出来了 我们讲说断糖生通饮食 就是说把葡萄糖的摄取 淀粉就是指淀粉碳水化物的摄取 降到占能量的来源的10%以下 这个叫做断糖生通饮食 就是说我们身体不再依赖葡萄糖作为能量了 而是改用脂肪 那么脂肪要被利用之前 先在肝脏转换成酮 转换成酮 所以呢 叫做生酮 断了糖又生酮 燃烧糖 那么我们如果说 吃这个很多淀粉啊 它水化物的话 它会变成葡萄糖 葡萄糖又会变成这个脂肪油脂 所以人就会胖起来了 如果你这个不吃淀粉 葡萄糖降得很低很低 那么它有需要的话 就是来自蛋白质分解 葡萄糖 有需要的葡萄糖 那么它没有了脂肪 脂肪不再堆积了 这个很快的很快的 就会瘦起来 因为已经没有葡萄糖 可以合成脂肪了 就只好吃大量蔬菜 来填饱肚脂 还有要做有效的 有氧运动 还有补充必须脂肪酸 这个就是断糖 生酮减肥的一个原理 胰岛素 它是一个打开细胞 细胞膜 让葡萄糖可以进入细胞膜 的一个东西 那当我们吃很多 淀粉的时候 我们的胰脏就会分泌 大量大量的胰岛素 这个胰岛素 胰脏 这个蓝色的 这个胰岛素 那么胰岛素 它会打开这个 胰岛素接受体 把这个葡萄糖通道打开 葡萄糖就会跑到身体里面 变成制造能量 所以呢 胰岛素一直分泌分泌 那么这个葡萄糖呢 就会把它变成这个脂肪 蛋白质或者肝糖储存起来 如果我们不吃葡萄糖的时候呢 胰岛素的分泌量就比较少 反而是分泌 要让这个葡萄糖脂肪分解 蛋白质变成葡萄糖这样 那而我们人体葡萄糖库存只有500公克 大概2000卡而已 如果你不吃 淀粉一天葡萄糖库存就消耗完了 所以说吃淀粉的人 用葡萄糖作为燃料的人 体力比较差 用这个脂肪做燃料的人 体力会比较好 比较耐 持久力比较好 那如果吃断糖生酮饮食的人 他的这个血液里面的酮就会比较多 可能一个minimal到3左右 当然有时候也会更高 如果运动的话 那么如果一个人 如果只是依赖葡萄糖来燃烧的话 他几乎没有在烧酮 这个酮的含量就很低 我们叫做良性血酮化 营养性血酮化 或者是运动血酮化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用餐后啊 饥饿以后啊 生酮饮食的人 血液里面的这个酮的含量 那么除了血液里面 酮的含量会高以外 那么酮也会跑到小便里面去 这个就可以验出来 你尿液里面有没有酮这样 还有就是说 不吃淀粉以后呢 你就可以吃大量的绿色蔬菜 添饱肚子 好吃大量大量 因为 绿色蔬菜 它不算淀粉 也不算油脂 也不算蛋白质 它就你可以大量吃 吃到饱 那当然你也可以吃一些蛋啊 豆腐啊 提供少量的淀粉 或者蛋白质这样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吃素食的话 你就放心一天吃个 大概200公克的这个肉 肥一点也没有关系这样 它就可以提供蛋白质 蛋白质如果 吃不够 其实我们库存的蛋白质 还是很多的 它可以转换利用 这个就是断糖生酮饮食的人 这个糖几乎像 各种甜饮料啊 冰淇淋啊 麦片啊 都必要吃 还有这个 米饭啊 面食啊 水果啊 馒头啊 这个尽量少吃 甜菜根子 这些完全不吃 那么根筋类的话 有一些像山药胡萝卜 可以少吃一点点 水果吃一小块 一点点 那么黑巧克力 可以吃这样 那可以完全可以吃的 就是肉啊 蛋啊 各种绿色蔬菜 生长在地上的各种蔬菜 还有乳制品 坚果都可以吃这样 这个就是断糖生酮饮食 可以吃的东西 跟不可以吃的东西 还有就是要做有效的有氧运动 有效的有氧运动 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你要能够达到这个最大心力 所谓最大心力就是 220间你的年龄 比方说你是40岁的话 你的最大心力就是220减40等于180 你的心跳跳最快可以到180这样 当然看你年龄不一样 你的最大心力是不一样 我们一般上 比较好算来讲 用120为基准 就是说我们以几例来讲 比方说你在室内骑脚踏车 骑啊骑啊 或者走楼梯 走到你的心跳超过120的时候 表示达到最大最大那个心力 那你就可以持续运动 运动90秒 然后要停一下 停一下停30秒 我们叫30秒是还仰债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时候 还持续运动下去的话 那么你的库存的这些糖类啊 就会变成这个乳酸 乳酸就产生这个无氧呼吸 产生两个ATP 等到 等到你有氧的时候呢 它再回来 乳酸再变回葡萄糖 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下 然后又再运动30秒 然后运动60秒 维持心跳在120以上 90秒 然后又再休息这样 这种运动就是最有效的燃脂运动 同时比较没有副作用的燃脂运动 因为 如果你一直运动运动 你会产生一种 让你的身体的指令 产生一种挫节 就觉得你这个人需要的脂肪量很大 他就会一直生产脂肪 所以你看有很多这种 一种名人 他一直练运动 重度训练 让身体维持在一个很苗条的情况 可是呢 只要他一步运动 身体就胖回来了 就好像这个北极熊 北极熊 因为他们为了要过冬 他们就会 产生一种天生的能力 就是在 春天 夏天 秋天的时候 吃了大量的食物 身体就可以 储存大量的脂肪 因为这个他们是受到这个几千几万年的 这个指使 基因 会储存 我们人也是一样 如果你每天过度的运动 你过度的燃烧脂肪 就好像你在你的银行存折里面 然后就下了一个指令 每天要存一万块 然后就没有办法取消了 这样 所以当你一步运动的时候 他的脂肪就快速的囤积 囤积起来 所以你还是要靠运动来去把它消掉 所以说 这种就是说 越运动越胖 你运动运动消掉 然后你又吃很多淀粉吃下去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又成绩更多脂肪了 所以说 越运动越胖是有可能的 如果你的运动方式不对的话 还有就是补充油脂也很重要 要补充这个Omega-3为主 不要补充太多的这个 没有 不含Omega-3的 369的这个油脂 所以Omega-369很重要 饱和尽量少补充一点 我们369 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维持这个平衡 断糖深通饮食 有没有副作用呢 基本上是没有 不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出奇的不舒服呢 只是暂时性的感受 这些感受很多是因为葡萄糖 没有了 你会感觉到不舒服这样 还有就是有人 对油脂有一些恐惧 因为他的胃肠道呢 好像是很多很多年 很久都没有吃到油 他的胃肠道以为油是坏东西 整个人的体能就是一次就脏气 一次就吐 一次就拉掉 这样一次就感觉很恶心 我想这个油脂不适政 它不是副作用 所以说 有很多所谓专业的人 他们在网站上面常常发表一些心得 或者是专业的指令 说生痛饮食会脱水 呕吐恶心 厌食 阴险 影响心脏功能 甚至死亡 这个真的是很离谱 请大家不要乱相信 这个网络的一些假消息 或者不专业的这个知识 上面呢 就是我讲的这个 断糖生痛饮食 第十二章 是最有效的减肥方法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